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勇气源自于担当 我们串联起2012年闪光的片段 让这些感动的瞬间在新的一年延续 从我做起特别节目 素质2012 2012年延续着相持久远的关爱和奉献 也凸显出崭新的担当和创新 所有的这些把2012年中国国民素质 从不同的角度串联起来 他每天要弯腰几百次 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和污渍 每天要重复几百次 劝止不文明的行为 他就是天安门义务美容师 76岁的北京大妈刘雨珍 一家名为永恒阳光的馒头店 在福建省石狮市开张 但这家馒头店开张却并不盈利 店主免费派发馒头 专送贫困群体 他们用一个个馒头的绵薄之爱 关爱着经受困顿之苦的风雨之人 2012年 国家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计划 稳无推进 与此同时 民间工艺力量也继续在贵州 广西云南等地 实施免费午餐计划 并通过微博迅速传播 不少小学在爱心汇聚下开办 2012年5月31日 第25个世界无烟日 兰州市东方红广场主席台前人头攒动 众多市民在巨型红色条幅上 提笔签下自己的名字 共同呼吁 远离烟草 拥有健康 在吉林长春 夏智国与妻子陈玉珍 经营这一家小小的文具店 十四年里 他们省吃解用 为八千多名学生送去文体用品 捐助金额近六十万元 这对工艺夫妻的善良心 温暖了大江南北 北京顺义区的大加瓦村 有一座学校 只有一座两层的红砖楼 一百多个流浪儿童 在一个共同的爸爸关怀下上课 吃饭 睡觉 他就是石清华 在北京古楼西大街79号的院子里 一个专门给盲人讲电影的影院 星木影院已经开设了七年 主办人王伟丽 不仅让盲人朋友 拾下了用耳朵和心理 观赏电影的愿望 给他们黑暗的世界里 带去了光明与色彩 在吉林省德惠市 农民引为增 自卫成立了一支义务消防队 九年来 他带队灭火928起 为百姓挽回京剧损失 三千万元以上 如今十里八村的乡邻 都称呼他引队长 网友赞他为灭火哥 八零后男孩张鹏 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 中华世界团的 业务讲解员 九年来 每个周末张鹏都风雨不足 出身在博物馆中 为游人带去有趣的知识 和愉快的心情 如今张鹏的纳手 牵扯了很多 打公子弟学校的小手 带着他们走进博物馆的殿堂 每到周末 扬州大学文汇路校区 就有一群大学生 背起蛇皮口袋走进宿舍楼 挨个敲门 收取旧报纸 饮料瓶 变卖后寄给拉萨的小朋友 组助学款 这是一群九零后大学生的 公益情怀 北京女孩卢维威和朋友范涛 每天拍摄北京的天空 并最终集结为 北京蓝天视觉日记照片集 他们希望通过记录蓝天视觉日记 让更多的人 关注城市的环境变化 呼唤梦中的蓝天怀音 公益人周贤 在上海创办 飞营的信任慈善网站 善讨网 通过销售别人捐赠的衣物 帮助更多的人 公益人安珠 发起的多杯一公斤活动 倡议旅友们在旅行时 多杯一公斤 为沿途的孩子 带去文具和书本 2012年 还有一些有关在灾难面前 人与人相互支撑的温暖瞬间 一场地震 让我们坚定了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信念 一场大雨 让我们目睹了一个城市 爱心接力汇聚成的社会大爱 一场大雪 让我们找寻到了 突破冷漠的信任 这一张张善良的面图 一个个执着闪亮的人性故事 让2012年充满了温暖的回忆 让我们有关2012年的 国民素质回忆 积累着满满的正能量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从我做起》节目 我是盛春 2013年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演播室 来进行录制《从我做起》节目 从今天起 《从我做起》节目 将推出特别节目 《素质2012》 今的一年 我们先从回味开始 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 是资深的媒体人 石树思和朱旭先生 欢迎两位 好 欢迎两位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跟大家共同回顾了 2012年的有关 素质令我们感动的画面 很多人把它归结成 是社会的公共素质 一种公益之亲 比如说这样令我们感动的故事 对整个社会的这种素质的提高 两位觉得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有一张张鲜红的面孔组成 每一个人的素质 决定了社会的素质 因此这些具体的基层的 个体公民在2012的每一次上路 来推动的是整个社会的成长 这种成长叫价值的成长 这种素质怎么是培养的 怎么形成的 可能是我们从我做起这个栏目 始终探讨的 这是社会正能量的起源 所以我们在2013年开年的时候 我们来盘点 或者说我们像数珍宝一样的 来数这一个碎片的时候 就心里会感到格外的有力量 而这些碎片它恰恰是由平凡和朴素来组成 它会让我们所有看到它 发现它的人 就会被他们感动 然后就会有一种冲动 就会说那我能做什么呢 我做到了什么呢 而且它会映照我们的生活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这些方面 确实也带给我们这样一种感受 我不知道刚才那些故事当中 哪一个是给两个印象最深的 石清华我本家 它有三端论 第一个慈善 是什么慈善呢 人就善良 人就高贵了 人家孤儿不是他孩子 跟他没什么关系 人家就领回来 领回来之后就养着 视如己出 让他上学 管饱饭还给他进行教育 有些还成为小明星 西藏那孩子 他的善良像火种点燃了更多的善良 好多人开始帮他 你看他的条件改善了很多 改善了很多 然后爱心就汇聚在一起 这就说我说希望就出现了 慈善的本意就是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的一个过程 他不求别人给他 但是我们作为社会 该有一种能力 让这样的人 做慈善的人 有着更好的一个回报 我也特别想听听我们现场的观众 2012年过去的一年当中 在你们心中 有没有这种留存的美丽和感动 这个影片里面有一个 让我非常更加感动的一个 就是给他们播放电影 解说电影 这个镜头非常感动 盲人电影院 对 这也是我们节目采访的 对 这个我看完有更加感动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盲人 他们需要我们社会去关心他们 给他们一份爱 通过看他这个节目以后 唤起了我们自己 在问自己 自己在做什么了 所以刚才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还是说到 每个人献出这种公益之心 从我做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段故事 看看他们是怎样做的 地处大别山深处的阳角桥村 有一座四十年房龄的老屋子 屋子的主人叫汪新民 这里是他的书屋 也是他的家 2008年 正是这个书 帮助当地村民李刚渡过了难关 当时一场大规模的积温 袭击了李刚家的机场 情急之下 李刚找到了汪新民老人 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但这事儿却让老人犯了难 为了能尽快解决李刚机场的问题 汪新民老人决定 厚着脸皮四处找人讨书 在汪新民老人的书屋里 书架是老人用木板自制的 分门别类的简报大约有五百盒 农业科技 历史文学等都分得清清楚楚 我很开心 因为这么多人来看我的书 我不开心 我的姑娘 我的老伴支持我 我不开心 因为农民解决了一些问题 我不开心 其实汪新民是杨角桥村 村办小学的第一任老师 从事了近四十年的教育工作 他是村里公认的最有学问的人 退休后 他决定办个书屋 让村里的人能够有地方多看些书 这些年来 除了给村民们讨书 汪新民老人很大一部分精力 花在了给杨角桥村的孩子们讨书 这里的一百多户人家里 正上学的孩子有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留守儿童 儿童读物更新快 售价高 而在他的书屋里 适合孩子们看的书又太过陈旧 于是 他就求助于当地的电视台 向社会发出了 为孩子讨书的请求 半年来 已经有不少的好心人 给老人寄来图书 书屋的儿童读物 已经有四千多册 现在不仅是杨角桥村 附近几个村里的孩子 也都喜欢上书屋来 时间久了 谁喜欢什么书 老人心里都有书 又有书屋看 又能和同学一起玩 比一个人在屋里有意思多了 爸爸妈妈平时不能管我 姑姑也忙 我有什么事都会告诉汪爷爷 汪爷爷就像我自己的爷爷 老汪用书屋感动着身边的人 而在山东昭远市也有一位乐善好师的老人 老人名叫刘胜兰 已经九十岁高龄 老人用捡破烂挣来的钱资助一些贫困学生 或者生病了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十七年 老人以前在昭远一家企业看过大门 后来岁数大了 离开企业也没有退休金 因为无儿无女 政府一直想安排老人去养老院 但是老人却执意不肯 政府给的低保金养老费 老人把大部分都捐了出去 老人一年中最大的开销 就是买一百斤白糖 这是他听来的一个土方 据说对他的眼花有好处 第二大开销 就是花一百八十元钱 订一份报纸 就是这个女孩得病了 你就看到报纸上有这样的信息 然后你就会给他捐一些钱 是吗 这也是一个得病的 这就是刘胜兰老人花一百八十块钱 订报纸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需要帮助的人 十七年来 到底捐出去了多少钱 资助过多少人 老人压根也没想算过 这里的邮递员于曙光 前两天就刚刚帮老人 寄出去了一批捐款 那老大叔 这是你昨天就要给你汇的流鼻菜 这个 这一个是五百万 这一个是四百万 于曙光认识老人已经五六年了 这些年 光经他手寄出去的捐款 就有好几万 这么大历史 你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点平常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也捐款 但是我们也和老人那么 怎么样说坚持 网络我越拿了其他钱多 我越是一个好处 没病 我实在是 我讲了 我把这个钱看起来 没有 我敢把这个印看起来 是无家宝 很多人在习惯的心态当中 觉得是那些拥有财富特别多的人 富裕充足的人 才应该去做帮助别人 做善事 可是他们看起来并不富裕 却努力地去帮助别人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 普通人的那种很朴素的一种心愿 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做公益 做慈善有可能的随手 随手听起来好像很随便 但是它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 就是量力而行 当一个人如果为了帮助别人 把自己弄得就是需要别人来帮助 这个不是我们更多更希望看到的 其实我们更想看到的是 每个人都是尽自己一点点力量 然后不断地去做事情 比如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位老教师 他办的这个家庭的小图书史 所以你看小小的一个书的载体 他不仅仅在传播知识 他实际上也是在传递 这种公益之心 接力一种爱心 很多人有一个习惯的概念 一听到公益这个两个字 就像石先生说的 觉得特别高尚 其实只要人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高尚起来 但是总结果公益 这好像离我们有点远 但是通过刚才的事情 我们知道 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有机会做公益 公益面前人平等 是属于普世价值 对贫富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 施瓦布先生 有过一个精彩的论述 世界上两个版本的公益 他们是平等的 一个叫比尔盖茨式的工益 它可以发挥财富的力量 让财富转化为造福世界的力量 第二个叫德兰修女士的工益 一分钱没有 但可以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行为 变成一种力量 影响着身边 逐照别人的心灵 我倒觉得刚才那些老人 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进行了一次心灵之约 他没有什么钱 然后处境也不是很好 但是内心有一种帮助别人的一种冲动 然后把这种冲动转化的行为 而这种就是我们今天比较常见的一种慈善 这些人我认为他的境界 我必须得有一种信仰 普通人得有一种什么信仰 他相信这世界上总有一小部分人 他的道德水平是超过平凡的 不然这不可能我们有一种叫从我做起的这么一个原动力了 对吧 这样的人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们的出现特别重要 因为他改变的是更多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不就被融化掉一部分吗 信任不就增强一部分吗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人身上都是有公益之气的 比如举个例子 购马路的时候 我们看到丹臣威威的老人 你过去扶他一把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公益之心 你也在做公益 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些 我们现场有没有想到过 我们身边力所能及从我做起可以做的公益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的一颗公益之心 有一次我做公共汽车 两个年轻人吃了一根冰棍 也拿了一根冰棍 但是我看他没有扔 我这时候就要下车了 我有一个习惯 出门带一个塑料袋 我就掏出来 我说我要下车 你装我这里吧 好吧 我说我给你拿一些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 我一定从我这做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潜移默化的一个教育 影响 身边就是从我做起 我相信正是因为社会上很多人具有了公益之心 当那种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 才会让一个个拥有公益之心的群体站出来 让我们的世界感到温暖 我们去看一下 7月21日 是2012年留给北京最难忘的日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首都机场一下子滞留了几千名远道而来的旅客 开始到一楼看说出租车已经没有了 心感觉很紧张 想这个怎么办呢 可能在机场 他看到好像打踢破嘛 晚上22点32分 家住望京小区的肖光瑞和王阳 几乎在同一时间关注到网络上 一个叫菠菜X6的网友发言 北京大暴雨 央视新闻频道报道说 机场滞留大批旅客 机场快轨停运 没有出租车 有没有愿意义务去机场接被困的兄弟姐妹们 半个小时后 望京网回应并转发了这条微博 在得到望京网的支持后 菠菜X6再次发帖说 咱不在乎去挤辆车 咱要传递正能量 12点35分 奔驰大厦前集结 一定免费 就在菠菜X6开车前往集结点的同时 一条条响应的微博迅速在网络上聚集 当时我就先转 就在他那个转发上又转发了 我求第二匹马上出发 等我12点10分左右出门 然后开到那里时候 就看到大概已经有五六辆车 已经就停在桥上的 紧急停车带的那边打着双闪灯 我应该到那里的时候 应该当时我是第八辆车 7月22日凌晨 有20多辆打着双闪的车队向首都机场进发 菠菜X6再次发出一条微博 车队已在高速上 20来辆浩浩荡荡从旺京出发了 满载着旺京人民的爱心 滞留在首都机场的亲们 我们接你们回家 但是当这支双闪车队到达首都机场时 旅客们却对这支从天而降的免费车队 充满了狐疑 不敢搭乘 然后我们几个也在那里就喊 但是没有响应 当时是没有响应 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大家一次次向旅客们解释的时候 机场民警赶来了 指挥引导爱心车主们 有序前往航站楼的大巴停车区 当时我在执行的时候还说 这是怎么回事闪灯来 他们说爱心车的 所以我们机器配合他们 尽可能给他们安排停车的位置 让他们赶紧拿走 我看到当天接的第一位客人 应该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 然后上了我们一位女车主的开了一个车 随后机场的工作人员 一边疏导滞留的旅客 有序的排队后车 一边帮助爱心车主寻找搭车的乘客 尽快离开机场 结果出来以后 然后发现还这么多热心的 北京市民来帮助我们 所以市区里非常感谢他们 他们就是说 等会说完我们还要再回来 我觉得这种精神 挺会了北京精神吧 在那个暴雨如露的夜晚 全北京大约有三百多辆车 加入了双闪车队 接走滞留旅客超过五百名 而微博上万次的转发评论 也使更多的人成为北京的正能量 这场大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 而更多的留存至今在我们心中的 还是那些令我们感动的事情 因为七二一那个时候 我正好是在北京街头 大概抛锚的车辆 公交车在私家车有一百多辆 第一个感觉应该是恐慌 我也很害怕 写遗嘱的心都有 但是呢 谁给我的第一种温暖 我也告诉你 不是爱心人士 是交警 每一坑都站俩交警 你往坑里开人拦你 别开了 第二个你知道什么 全员上岗了还有一类人 抽水的咱职工 到处都在那抽 这时候 什么叫危难之间 英雄本色 什么叫河海横流 方言英雄本色 这时候 就从旺京 然后大概是五百多辆车 大概是抽了五百多辆车 拉了五百多人 他不是老外 多少钱呢 年轻人 他就问 年轻人要多少号码尺 不要钱 老外都很惊讶 你们叫什么名字 回答的特别好 那帮年轻人回答 我们叫北京人 这件事情发生在北京 我相信在每一个城市当中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正能量的带动之下 都会有可能变成一种爱心的传递的行动 两位是不是会觉得这种突发事件 有众多的这种爱心聚集起来 它成为了一种社会团体的一种力量 它特别容易激发 就是它可以瞬间激发 把积攒在那里的扇的力量就喷 就像爆炸一样就炸开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是像爱心车队 这是当天晚上的情况 其实在之后 大约是一周多一点的时间的时候 有一个爱心组织 他们就组织了一批衣物 还有很多延续的爱心 对 他要送到房山那边去 可是当时 他不是用通常的方式 比如说去租辆车 他就在微博上发 说谁愿意参加 结果报名的远远超过了 他们要征集 他们就设门槛 说必须是越野车 不是越野车不许参加 但即使是这样 还是来了 征集50辆 来了差不多得100辆车 有的一看队伍太多了 就把东西放下 自己车就走了 装的满满 北京721大雨后的第六天 公益组织爱心衣橱发出微博 他们联系了四万件衣服 要运送到北京房山 河北来源等地 号召北京四驱越野车车主帮忙 短短两个小时内 微博就被网友转发了三千多次 到了7月29日出发那天 自发前来的越野车数量 大大超过了发起人王凯的意料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些车主都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们自发买了饮用水 食品 消毒液 日用品等救灾物资 原本预计两个多小时 才能完成的分装任务 车队仅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当他们离开时 地面上没有留下任何废物 一位参与行动的车主留下这样一段话 车队里名车比比皆是 但是从车上走下来的一位位车主 却朴素地令你难以置信 年轻热情 认真耐心 看不见丝毫忧怨 生活的真实 远比生活中的传说要珍惜 那天我也去参加了 你也去了 对 因为我家里正好有一个特小的 四轮 四驱的越野车 要不然我没有资格 然后我还走了后门 因为我认识公寓组织的 就是爱心衣橱王凯的 我认识王凯 我跟球王凯 我说你要带我玩 我这车虽然小 他就带我玩了 而且据说那天特别有组织距离 对 我想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那天来的 就是许许多多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是主力 然后那天到了黄山以后 很多年轻人时尚 开的那种高级越野车 一看就是经济条件非常之好的 然后因为刚刚被水淹过 我们那个情况 就是底下就踩在这个水里头 然后很时髦的那些女孩子 我们一起发放那些物资 一点都没有觉得 好像他们就和这个情景格格不入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灾难可能的到来 是让我们应激不暇的 但是灾难到来之后 人们的反应 完完全全可以表现出一种能力 和一种素养 所以说当灾难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当然不完全是愉快的 也有那些不愉快的 可是最后留在我们心中 能让我们温暖的永远是这些充满正能量 对 刚才都是我们三个人在说 我们现场很多人 我相信你们也经历过721那场大雨 或者经历过类似的这种事情 你们有没有被温暖和感动过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是四川人 2008年512地震时 我当时在成都 就是那天下午发生地震时 我在家里面休息 突然就 那个家里面灯晃着了 我就跑下去 跑下去以后 就看见那个房子在战斗 旁边的人也在不断地往外面跑 这时候一个学生就上来 就扶着我 就说 跟着我 跟着我 当时我就 我心比较慌 我对他就感到非常 非常感动 但是我后来就跟着他下去了 他一直帮我 还真怕我被这个东西砸到头上 带到安全的地方 带到安全的地方 他一直帮我扶着 如果有什么危险 他会去挺着 我就非常感动 像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 像是小事 令我非常感动 从我做起这个节目 我看见这个虫这个字 是两个人 我们人生都这样做 我们的社会 就非常的伟大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您老先生 老先生 我觉得特别好的例子 从我做起的虫子 两个人紧紧的贴在一起 老先生刚才讲到那个画面 是一个生死画面 这位小伙子扶着老人 他就要放慢脚步 而放慢脚步 在地震的时候 就意味着生死门槛 建立在灾难上的 这种爱心的洪流 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 中国人的基因 是充满善良的 是充满关怀的 是充满正能量的 但是 这是第一 第二 只要时间条件允许 他就会召唤出来 对 甚至要逼出来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常态的时候 我们可能 在教育方面 有欠缺 从小做起 文明从娃娃做 抓起 第二一个 为什么我们 你看多好的成果 08的成果 721的成果 非常好的成果 为什么存 存续的 或者没有完全存续下去 形成机制 那就是我们要考虑 机制的建立问题 怎么样让这爱心 常态化 一种鼓励的机制 让社会的这样的爱心力量 不要总是像洪水那样爆发 能变成涓涓的细流 可能我们要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制度环境 社会环境 我不知道两位对2013年 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公益行为和社会氛围会有怎样的期望 我觉得如果说2013年的话 我还是更期待一种发现能力 因为我们说在2012我们盘点了 减实了如此多温暖的碎片 恰恰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发现能力 当然这个发现能力在我看来还可以更多 还可以更强 还可以更细致 其实当我们把这些碎片一片片的减实起来的时候 我相信2013年关于社会爱心 关于公民素质 以及关于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 感受到的问问 一定会是更加的丰富 我们应该感恩这个时代 珍惜美好的生活 珍惜美好的生活的一个前提 我觉得要努力的去做大国的公民 大国的公民的一个基础就是利他 从利己的刻酒中走出 变成一个利他主义者 这才叫从我做起 其实今天听了我们现场两位嘉宾的话 包括我们现场观众的发言 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一种希望 在未来的路上 只要我们每个人多做一些为别人着想的事情 少给别人添一些麻烦 让我们自己做这个社会的主人 做这个国家的主人 甚至是地球的主人 用这种心态来从我做起 做每一件事情的话 我相信那个文明的春天 离我们会越来越近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素质2012的下期节目 我是生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很开心 因为这波的人来看过的风 王爷爷就像我自己的爷爷 网子我越拿了千多千多 我越辛苦 平会了北京精神吧 我们人都这样做 我们社会就非常的伟大了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 我一定从我这儿做 灾难到来之后 人们的反应 完完全全可以表现出一种能力 和一种素养 从立体的苛九龙走回 变成一个立卡转移动 这才叫从我做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